这次就讲讲北京的豪宅变迁 作为首都 北京的豪宅数量多 范围广 那居民的购买力也很强 逼近3000万美金的净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 位居全国第一 目前有五大热门豪宅板块 第一就是中央别墅区 位于温宇河畔 距离首都国际机场 只有数公里 是北京最早的高档别墅群落 发展超过20年 媒体报告率也是最高的 吸引了大量的外籍人士 港澳人士以及演艺圈的明星大腕入住 那随着配套完善 也有了很多国内的资助客户 其中啊 孙河是该区域 乃至整个北京豪宅市场中 最炙手可热的板块 泰河呢 把院子系搬到了这里 财富公馆 仍要了V 中梁瑞府 锦铃园住也相继入场 第二 中关村万柳 是中关村科技园内 唯一大面积住宅开发区 那区位啊 算是上风上水 邻近人大富小 秦华北大等名校 以万城华府 万柳书院为代表的学区房 是价格不菲 升值最快 大多数知识和教育行业的精英 在这买房 那第三 是西山别墅区 周边呢 有黄渣园林和不可再造的自然景观 因此有黄渣板块的美誉 别墅用地稀缺 可受灭济和新盘的不多 价格是一路走高 作为传统的政务区 主要居住群体呢 是以政府阶层为主 还有很多是央企高管 都非常的低调 吸引了香山艺术 西山一号院 宜和园柱 香山清琴等项目 第四 是澳北别墅区 位于京城龙脉中轴上 由亚运村板块 向北延伸 借着2008年奥运会迅速升温 成为三大传统别墅区之一 那温泉别墅是一大特色 小汤山别墅区呢 是最有代表性 环境优美 宜居养生 是富豪阶层北宜的首选 不少老人会居住养老 大型房企呢 不断拿地 有温哥华森林 北辰红香树 玉汤山 荆轲王府 玫瑰园 碧水庄园等知名楼盘 第五 东部CBD商圈 以国贸为原新 环石管区的中央商务区 是目前热门的富人扎堆区域 朝阳公园板块 建了很多欧式特色的公寓和高端休闲会所 吸引了社会名流财富人士之夜 而国贸附近的客户群体呢 大多是来自CBD的中产或中上阶层 以大平层和富士公寓为主 像边河花园 关湖国际 半海国际 小云路8号等十几个高档项目相继入市 带动了周边房价 成倍增长 北京的豪宅区域啊 从第一代富人区 方庄 亚运村 扩展到万柳 澳北 西山 王府井等核心地段 现在啊 还有一庄 旺京等新型区域 90%以上的豪宅 都分布在长安街以北 1992年的丽京花园 定位了北京首个外销别墅 2000年以后 唯一一个坐落在大学城内的别墅 玫瑰园 以3750万的成交价 创下了记录 2002年 宿里泉国际公寓开盘 均价在9000元一坪左右 那2008年 绝对是北京豪宅市场上闪光的一年 奥运村的紫玉山庄 入选福布斯 中国十大豪宅 最高均价达到14万一平 盘古大关 起售是6.5万一平 都是500平 甚至上千平的大平坟 银泰中心的百岳府 是当时北京在售高度最高的楼盘 近10万一平 直到2014年 派和北京院子入市 拿下了全国2000万级以上别墅产品的销灌 一年后 旺金经贸府一开盘 就领跑了2000万级豪宅热销记录 2016年 北京一号院的最高成交单价达到30万一平 仅次于上海的汤城一平 从2017年到2018年 北京对豪宅实施严格的限迁政策 严控高单价 高总价的项目入市 2019年 政策逐渐放宽 市场回暖 可以说 有钱人都跑去买豪宅了 整体成交量上涨了17% 主要成交总价在2000万以下 一级的豪宅 共成交了50套 大平层是越来越稀缺 如果让你选 你更青睐哪个区域 什么类型的豪宅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